要看吗 猛的被搭话 段林一个精灵回过神来 看着下面拿了一张光盘 冲自己说话的木子 段林慢慢开口 那是什么 从刚才那个女人 计算机里取出来的 木子漫不经心说着 段林一下睁大眼睛 什么 你什么要拿的 当然是你出去打电话 找警察的时候 我进去随便逛了逛 那女人的电脑很热 应该是计算机 一直开着的缘故 我看到里面有一张插盘 然后呢 就随手拿出来了 木子还是第101号表情 段林无力的说 你警察明明交代 不要乱动现场的呀 那是对你说的吧 我可没听到 轻蔑的笑了笑 木子戏上的毛子 再度盯上段林的脸 那帮家伙明明觉得不对了 可是还是宁愿选择 他们觉得合理的理由 你觉得这样的人 就算拿到这个东西 会得他们破案有帮助吗 一句话 你看还是不看 木子迟迟盯着段林 静静看着木子 半晌之后 段林慢慢低下头 看 还是想知道 既然已经知道 不能知道的事情 那么干脆 就把一切搞清楚吧 那不就得了 撞什么正经 他嘲弄笑了一下 本林看着木子 将光盘 放入光盘槽内 不会什么大不了的镜头 似乎只是一个女人 在一个破旧楼里 不停地奔跑 满脸恐惧 真不愧是女演员呢 一直跑而已 大概是隐藏时事上机 画面不是很清楚 切换也略显僵硬 段林想 这大概是 那个叫高薪的女性 去试镜时拍摄东西 或许 他只是在看这个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木子皱着眉头 看向旁边的男子 忽然 开大音量 看着旁边 总是一副呆呆样子的男人 忽然紧张起来的样子 木子于是顺踪地 打开音量 嘘 仔细听 听到没有 段林将耳朵贴信音响 还把木子的头 贴向另外一边的音响 脚步声 木子也微微睁打 一双细长的毛子 有两个 还有喘气的声音 也是 两个 两人对视了一眼 一下子 正经危坐 正对着屏幕 屏幕上的女子 似乎也意识到什么 忽然变得惶恐起来 那不是方才那种 刻意表演的惶恐 而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恐惧 女人脚步声乱了 走走停停 似乎也听到了 什么不对的地方 女人 转过了身 然后 屏幕 忽然花了 诶 这怎么回事 瞪着忽然扭曲的屏幕 两个人 一时呆住了 木子 率先动了起来 安静 仔细听 声音 里面的声音 段林 急忙凑紧音响 身子猛的一震 段林 看向木子 木子 缓缓点了点头 答案 或许就在 这张光盘里面 段林心思一动 视线 重新回到屏幕 看着那张 不断扭曲 变形的屏幕画面 段林的心 仿佛也在 慢慢扭曲着 那个笑声 真的 一瞬间 段林觉得 和那儿熟 段林正在发呆的时候 木子就开始动了 半赏回过神的段林 不解的问道 你要干什么 我决定试试 看看能否对图像进行还原 盯着屏幕 木子慢慢说着 可以吗 说不定 这个画面太不自然了 木子嘴里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仿佛喃喃自语 段林默然看着 木子实质如飞的 滑在电盘之上 你知道吗 人的眼睛 经常会被蒙蔽 正在发呆 一向少颜的木子 主动开口 段林于是 微微抬起头来 就好像 你那一次 进入光彩大厦 你看到 不可看的东西 对吧 可是你没有办法分辨真假 你以为他们都死了 可是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全部死去 就一个人类而言 你确实看到很多东西 可是 因为看到的更多 所以反而容易被欺骗 电子颜色不同 虽然冰冷 可是绝大部分 能够清楚地记录一下 真实的真实 真实 木子忽然提到这个词 瞬间在断铃脑中 摸起一颗火花 好像在曾经什么地方 有什么人和自己 提过类似的词 在哪里呢 是谁呢 那是我想告诉您的 隐晦的事实 就在断铃光一闪的时候 木子敲击最后一架键盘 我试着调高影片的分辨率 太过专业我做不到 不过这个样子 也说不定也能看 要看吗 熙熙的眉眼 静静看着自己 毫不犹豫 断铃用力点头 于是 影片重新播放了 木子恒取巧地 仔细化重点部分 所以一开始就是重点 女人胡一地转过身 然后松了一口气 一转身 然后 一个白色的影子 那个人 是高鑫 正正看着屏幕上 那个模糊的影子 断铃 差异地望向身旁的木子 对方意味深长地 看了自己一眼 下一个动作 竟然是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什么东西 送到断铃手上 染满黑色血迹的 是一张邀请函 我的那个死者 女人手里拿的 听着木子淡淡叙述着 断铃皱着眉头 视线最后落在 邀请函最后那个张字上 张 张学美 嘴里吐出一个生硬的字 一个生硬的名字 正正的 断铃看着后面面前 木子露出的一抹微笑 林子妍 女 27岁 插画画家 林子妍 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长相普通 普通的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她会这样平平淡淡 度过普通的一生的 不过 前一阵子的某个事件 意外打扰了 她原以为 一直普通的生活 就是在这个大城市里 造成一场 小小轰动的光彩事件 北亚在塌陷娃力中 多天之后 邪候余生 一睁开眼睛的林子妍 便惊恐地坐跳起来 旁边护士吓了一跳 随即跑回来 轻轻抚摸她的脊背 真情真情 你没事 安全了 温暖的触觉 人类特有的温暖 林子妍慌问的视线 慢慢平稳 刚刚放松几倍的 正在顺着护士 缠扶慢慢躺下 护士接下来一句话 让林子妍彻底呆住了 放心 你没事 孩子也没事 护士微微笑着 放心好了 小家伙很听话 一直牢牢跟着你呢 林子妍刚刚恢复红润的脸 一下子变得惨白 好像看见鬼一样 盯着自己对面的女人 护士小姐 一直有些傻眼了 喂 你看说什么了你 给旁边病人测完血压的护士长 发觉气氛不对头 赶忙过来 统统自己下手 我就告诉她 她宝宝没事啊 小护士不明就离 小生说着 傻瓜 这女人没结婚呢 你干嘛说这个 护士长 小生的埋怨护士小姐一下 随即陪着笑脸 拽着小护士离开 遇上这个倒霉事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 可怜啊 走出医院的时候 是大白天 外面艳阳高照 可是林子妍却感觉很冷 阴风瑟瑟的寒冷 坐在出租车里的时候 仿佛没看到司机怪异的眼光似的 林子妍打着哆嗦 什么孩子 自己怎么可能怀孕呢 做那个事情才能有孩子 可是最讨厌男人自己 根本不可能和男人做那个事情 孩子 根本是天方夜谭 冷哼了一声 林子妍打开自己房门 就一个单身女子来说 林子妍家非常大 非常干净 颜色单调 以白色为主 东西不多 看上去空空荡荡的 好像主人刚搬过来没多久 可实际上 林子妍搬过来这里 已经三年了 回到自己的地盘 女人并没有放松一点 她蹲下身子 手指轻轻地在地板上蹭了蹭 淡淡的灰色 让女人顿时眉毛皱紧 于是来不及换衣服 女人穿起围裙 随即开始大扫除 跪在地板上 一个角落也不许放过 反复擦了两遍 按照习惯 应该至少擦三遍的 可是忽然疲倦 提醒女人 自己勉强算是一个病号了 看着终于再度 一尘不染的屋子 林子妍勉强满意 然后看看自己 袖子上方沾到尘土 提醒她 现在应该把自己清洗一下了 这就是普通的林子妍 唯一步普通的地方 极其严重的洁癖 这也是她为何这么快就着急出院的原因 她感觉 医院太脏了 一开始 只是不喜欢和人接触 可是近几年的毛病啊 是越发不可收拾 林子妍索性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 坐下了职业插话师 每天只靠网络和人沟通 不到迫不得已是不出门的 林子妍感觉自己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这种感觉令她心安 可是前几天的邀请函 却宛如晴天霹雳 自己搬到这里的消息 几乎没有人知道 可是那张邀请函 就这样塞进了自己的信箱之中 强硬地压抑下心中的不安 林子妍去了那个同学会 许久不念面 甚至这辈子也不想见面的人见了面 果然很局促呀 彼此用怀疑的目光 打探着对方 落在自己身上目光是尤其多 因为自己当年和大家接触的是最少的 不过这一封邀请函 究竟是谁发出的 这句话应该是当时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的问题 可是却没有人提问 那天晚上的人 一个不胜的全部拒全了 而且是在相同的教室 太过相同的雷同 让林子妍当时有一种夺梦而出的冲动 然而 没有等她行动 楼 就倒塌了 不知道其他人情况如何 可林子妍觉得 自己好像见到了某个人 那个消失了很久的人 那个人微笑地站在教室门口 还是当年那副模样 而几秒钟前 还在教室里各怀心思的老同学们 却都是一脸麻木地走进那个教室 然后麻木地注视着躲在自己门外 摔摔头 林子妍拧开花洒 开始洗澡了 肚子 好像大了一点点 洗到肚子的时候 林子妍下意识想着 接下来 忽然清醒 自己在想什么的她 立刻像被火灼烧似的 松开 按在自己肚皮的手 自己有点想的太多了 第一次 在一个小时之内 从浴室出来 林子妍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自己需要冷静一下 她想 戳着酒 林子妍慢慢走到自己画桌前 开始工作 这次接的 是给一部再版童谣配的插图 是当年 教她的关老师编译的 一开始啊 并没打算接这个工作 可是老师亲自说 要推荐自己 也就无从推辞了 不愿意的原因 是因为 对方也是自己 不愿回忆起 那段时光里的人物 配图工作很顺利 直到现在 这首诗 Who killed cook brain Robin 中文一名 是 谁杀了只羹鸟 马上要到解稿日期了 可是 这个故事 林子妍 无论如何画不下去 印象中 那个女孩 很喜欢这种东西的 手里 经常真抱着这本书 似乎就是这样的内容 自己曾经帮她捡起过 所以依稀记得 还有里面的 几句话是这么说的 谁看到她死 是我 苍蝇说 我看到她死 用我的小眼睛 想着想着 目光忽然盯上这一行 林子妍慢慢摇里摇头 将稿件翻页 胸改着画稿 渐渐顺一上来 撑着下巴坐在椅子上 林子妍 缓缓地 进入梦乡之中 我umpsdan 是 可以 没有